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呢 美国最近有一个会影响到千千万万移民的一个法律正式执行 这个法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早的法律 就是关于在申请绿卡和公民入籍时 如果申请了美国所谓的公共福利的话 对这些事情有什么影响 我们大家知道美国这个移民的国家 这个移民国家来了以后呢 除了个别的这个范畴之外 比如像难民 一般亲属移民和工作移民的都需要你证明一件事 你到美国以后你不能用美国政府的钱 简单来讲 英文叫public charge 这个翻起来挺拗口的 就是说你叫你不能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负担 这个或者是公家给你用钱 所以这时候我们在大部分在入籍的情况下 或者申请利卡时候呢 华人一般来讲呢 都需要填一个表格 我先指这个亲属移民为例 这个表格叫什么 叫八六四表格 这个八六四表格呢 就是说你要自己证明或你的配偶 或者你配偶的亲戚 或你的亲戚 或你的朋友 来向美国政府保证 如果你呢 一旦拿了美国政府的钱了以后呢 这个人要付你钱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问题呢 有一部分跟这个有关系 但总的来讲就是美国政府在 24号正式把两年前的一个 提出一个法律呢 正式实行了 它是以这个总统这个行政命令 这个形式来的 也就是说它用不着通过国费立法 因为这实际已经在那个法律上 就是怎么回事呢 具体细节虽然没有出来 但是基本的原则就是 如果你在申请利卡的过程中 甚至呢 从利卡申请到公民的过程中 拿过美国政府的这些补助的话 你有可能会拒绝你的律卡申请 这个下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叫美国政府的补助 什么叫所谓公共福利 对吧 这里呢 比较细 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呢 我相信最大的可能呢 有这么两件事 我们这个洛杉矶为例呢 很多华人移民以后呢 用了美国政府的所谓的 这个医疗保险 对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来的老人 他总问 哎呀我这个能不能买保险啊 因为美国医疗制度比较好 我们知道医疗保险呢 目前大家用的最多是奥巴马care 奥巴马care 就奥巴马总统在的时候呢 实行的一下法律 这样法律基本上有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政府拿出一部分钱 雇主拿出一部分钱 个人拿出一部分钱 对吧 奥巴马care这么厚 我们就根本讲不完 只是说有三种部分的钱 但是你如果说 你在没有拿到绿卡之前呢 好像你也拿不到奥巴马care 就我的理解 因为很多时候 他首先问你有没有身份 你没有身份的话 你可以买私人保险 私人保险不算公共福利 OK 我再提醒一下 你通过私人买的保险 我举个例子 留学生 你到了美国 对不对 你在这个什么南加大 买了一个私人保险 这个不算公共福利 但是你毕业了以后 你比如有公卡了 你拿了奥巴马care 这个有一部分算公共福利 但是你要不申请绿卡 你回国了 也问题不大 麻烦现在有一批人 比如说 你在申请绿卡的过程中 不管你是这个 特别亲属移民比较多 因为这个工作移民好一点 工作移民他有工资的话 好一点 你在亲属移民 特别很多拿福利救济的 什么叫拿福利救济的 他一个月一家人 他就一千两千块钱 养了五个人 对吧 养了五个人以后 他在政府拿了食品券 这个Cash补助 粮食院 还有些各个州的 我们讲州的福利 包括美国联邦的福利 叫Medicard 我们加州有一个叫Medicard 就是加州给的 目前加州政府 还真没有追究加州这一部分 主要是联邦政府 所以我在这里 提醒大家第一件事 如果你拿到这个政府的补助 是联邦政府的医疗卡的话 你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尽量不要拿 如果你真是要开一个大手术 你没有钱 你心脏要搭桥 你怎么办 你不搭桥 你要可能明天没命了 那你就拿 申请利卡 你一定要证明 你不会拿美国政府的负担 我们大家一旦 就讲到我开始讲的 所谓八六四表格 你在申请公民 他不会问的 说你挣多少钱 不会管你 你申请利卡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八六四表格 你太太八六四表格怎么来的 比如夫妻移民的时候 你们俩生日要两万五左右 平均线是差不多一万八两万吧 这个要查一查 就是你要两万五 一般就是一个比较大约的数字 两个人最好到两万五 三个人加一个人多五千 这个保险了 两个人两万五 那个多一个人多五千 完了就三万 那再多一个人的三万五 我们知道 我们很多看电视的观众 是广东人 广东人这个特点是 自己在美国 后边一大堆在广东领馆排队的 排队以后 大家就开始要准备来到领馆 来面试面试到美国 一般都是兄弟姐妹移民 一来都是五六口 那五六口你就算一算吧 多一口人多五千块 怎么拿 他根本交不了这么多 我们知道美国税收是很重的 所以中国华人的特点是不交税 到了以后呢 找什么共同经济担保 这个非常 而且就是搞经济担保以后呢 很多假的东西 之前跟这些没有直接关系 但我要提一下 就找一些卖的 你们再看看美国 华人报纸就知道 我们提供经济担保多少多少钱 在这利用这个魅力中国这个台 大家记住一条 这是属于这个造假 大家千万不要做 做了以后自己吃亏 我们在面谈时候 结婚面谈 经常发现 就是移民就知道 你说你这个八六四表格 这个人哪来的 教会认识的 其实哪有那么回事 其实都是买来的 买来以后 他就移民官就说 你看 这个人给五个人做过经济担保了 以下的案子全坏了 所以我今天利用这个时间 把这个跟这个 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有关系的 那么一个案例 跟大家随便讲一讲 不是一个案例 是无数个案例 就是你跟他讲 你说你千万不能 去买这种经济担保 但你无事说无事 他还算同样错误 回头来讲 还在讲讲 补充所谓 我们公共福利的问题 公共福利问题 就是你基本 大约就是 你在拿36以后 36个月 他说你就看怎么拿 你不拿一次 问题不大 你说偶尔拿了一次 而且拿的数目小 也不太大 我觉得美国 一般来讲移民 他总是有一些例外 什么叫例外 就是你比如拿过 那么一次 用过半年 有很多人说 他申请了以后 没有用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有人说 我申请了白卡 没有用 我这么给大家 提三点意见 OK 就是大家可以 作为一个参考 首先你如果是 以亲属移民方式 申请美国利卡 的过程中 你尽量在拿到 利卡之前 不要拿美国 任何福利 OK 白卡也不要申请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 讲来你面临的移民观 在你拿的以后 他会怎么样影响你 百分之百有影响 因为那个485表格 明显说 就是绿卡表格 有没有拿美国 政府无力 当然 而且我期待 这个表格会把很细 讲来公共福利 这一层呢 会把485的表格 加得非常非常细 就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有了绿卡 你现在拿了 刚才我讲过的 一些食品券啊 一些奥巴马卡 一些这个 各式各样医疗保险 你应该怎么办 我建议你算一下 你到底拿了多少保险 拿了多少保险以后呢 你心里有个数 如果你拿的比较少 比如说你几千块钱 三五千块钱 你呢 可以呢 试图用我刚才讲的 这个所谓的联邦一些 给它还回去 OK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 这个也没证实 但据我们这个消息呢 就是有一个所谓 8100块钱 一个guarantee 就是我拿的 有什么 什么叫guarantee呢 就你交了钱以后 万一用了以后呢 你说我交了联邦政府 一个保证金了 对吧 有点像戴币卡一样 因为我不知道 他8100块钱怎么来的 这个8100块钱 也蛮多的 说句实话 那如果他拿了8100块钱 他就差一点 就我们所知呢 现在特别是 什么样人用的保险比较多 我的感觉 是各个Chinatown的一些 老人的这个 拿的都比较多 老人的问题不大了 我觉得很多老人 他也不用入籍 第二就是说呢 还有一部分人 拿了美国的医疗保险 准备入美国的公民 所以那个表格 叫N400 怎么办 我觉得第一 你要如实填上 是吧 你说他有个N400表格 他说你拿过美国工作 公共福利没有 你说我拿过的 OK 然后在面谈的时候 你跟他做一个解释 因为美国的特点是 亲属移民的 485要面谈 美国这个 所谓的这个 公民如敌也要面谈 说面谈的时候 你要把你自己拿过多少钱 能解释清楚 据我们所知 目前虽然这个法案 公布出来了 而且有些细点 没有公布出来 在目前我们 起码在我们 今天节目之前 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做这个案子 包括公民入籍 拿绿卡面试 还都没有出现太大的 因为公众福利事 出现的问题 也可能我们接触 都是华人案的比较多 我相信在这个 日后这个西域人 就是Spanish Speaking 这个group里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 就是讲来执行会 美国一般来讲 是这样的一个程序 就是说 首先一个提案 我们要对这个 拿公共福利人 进行一定的限制 然后出一个日子 比如今天出来了 以后出一个实施细节 这个实施细节以后 那就对以前拿过的人 有一部分补救办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部分补救办 但是从现在开始 还是那句话 你没拿绿卡 就要没拿 拿到绿卡 拿了以后 你算一下 在公民入籍的时候 在出现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未来的问题 所以它会在入籍上 能限制你 在入籍上 能限制你一个很大的理由 目前两个最大的 一个是英语 OK 所以大家知道 现在这个英语 考得非常的难 问的问题非常刁钻 第二个就是工作福利 因为你在入籍的时候 你拿过五年工作福利 你就晚了 对不对 你拿过以后 怎么补救的 如果特别 你拿了很多的工作福利 拿了很多的实施 你应该拿好几千 实际上好几万 这个你还都不是问题 还都还不上 所以在这两个今天 我再把今天这个 这个讲话 就再重复一遍 今天主要我们讲的是 在这个美国 最近在2月4号呢 就执行了新的这种限制 在申请移民的过程中呢 拿福利的这个 这个移民的这些 法律 他就加盐了 以前的有这个问题 现在呢 开始实行了 所以说呢 我们就觉得 你如果没拿的 你尽量不要拿 像中国人就不要贪小便宜了 我就拿个白卡呀 我少负点钱的 这目前是最多的 目前我们大家知道 不管是中国呢 有一个大陆来的 或者是香港来的 这个台湾来的 是吧 喜欢占小便宜 这个心理 就拿到美国公民以后 就点击怎么拿美国的工作福利 我觉得 大家既然 要成了美国公民 成了美国利卡 你对这个国家有责任嘛 你对美利亚合作者有责任 你应该尽量的 这个就为了国家创产的贡献 别老占这个国家福利 包括川普总统 现在很多一大部分的 他把整个福利也砍掉 我们可以在期待未来 据我所知 川普总统把这个 砍掉几十亿 就给这个 很多那个 所谓这个 他这个被lay off 没有工资的 你现在美国 你工作一段 你可以拿的各式各样的保险 事业保险 劳工保险 反正我就觉得 只要政府出钱的保险 你就少拿 OK 所以说呢 只要政府这些福利 你少拿 除非你说 我就是拿了以后 我不想当公民了 就是你拿了保险以后 会不会把你的绿卡拿掉 这个目前倒不至于 OK 至于你还没有说 我知道起码 这法律还没有说 你绿卡拿了这个保险 把你绿卡吊销了 这个东西还没有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放心 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么多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